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耶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 大家好平安 前大使見文集 翟軒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國際事務專家賴岳謙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立刻關注黑神化悟空的效應 今天的台股大漲 真的是一隻猴子救台股 來看看今天相關的黑神化悟空 其實黑悟空現在已經被綠營 給抹黑了這個詞 黑神化悟空的概念股 狂噴 微星甚至攻上了漲停 國內的顯示卡三雄 今天開盤直噴 到了9點半的時候 華碩甚至高漲了8.47%到563塊 技嘉 微星也都是連日的上漲行情 微星是直接拉上漲停 那顯示卡的散熱廠像是雙紅 還有這個尼德科超重 他們也都是上漲 甚至動力KY也是亮燈漲停 那你看看現在這種關鍵字 在什麼Momo PC Home 打黑神化悟空 直接都會告訴你說 主打跑得動黑神化悟空的 這種主機 好多款全部都這樣子 大家開始在搶購當中 那這樣子對於賴清德來說 怎麼會這樣子咧 想要賺人民幣嗎 這是大逆不道 所以這些廠商 現在好像也沒有在管他了 因為畢竟這就是市場行情 難道你也要說這些台股通通都在賺紅錢嗎 賺人民幣嗎 當然你這是勢頭你擋不住嗎 大家都想要玩這一款這種3A級的大作 那再來現在很多人就在那邊搜尋 如果不換主機有沒有辦法 如果我用蘋果的話 不能用的話還有沒有什麼辦法 現在很多人跨區想要去 這個華為雲端 它現在有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在雲端那邊幫你運算 然後你就用你原本的蘋果電腦 或是用你的這個跑不動的主機 只要你連上了華為雲 就可以就是它是用這個日租價格 或者是說一小時來算 新用戶的話是29.9人民幣一天 那長鮮價最低也可以1.2元一小時 無論是Mac或是低配置的電腦 都可以在雲端幫你運算行 你只要接收畫面就可以了 所以解決很多人換電腦的問題 那再來 這個過去其實都是美國獨攬這種角色IP 但是現在這一位天命人 也就是這個悟空的角色 已經變成了一個新的全球最夯的IP 因為它那時候 他們大陸叫做手辦 其實我們叫做公仔 那其實它這個手辦禮盒上架 人民幣1999元 但是現在已經炒到了破萬元的價格 甚至還有人喊出不議價 大家都願意買單 所以這個角色IP的經濟正要大爆發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黑神話悟空持續在刷新記錄 首周六天預估銷量是1500萬套 那銷售額大概是8億美元 直接追平了去年非常熱的博德之門3 全年的累積銷量 那這個成績也是在這個遊戲首周裡面 僅次於這個GTA5跟決勝時刻 現在戰爭2 然後這個現在目前這個紀錄 已經是還在刷新當中 那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遊民星空有提到了 就是說黑神話悟空 其實這個銷量驚呆了外國的網友 他們講說這個是有史以來銷量最快的遊戲之一 那我們列出這些銷量 比方說像是漫威的這種蜘蛛人 戰神 還有這個薩爾達傳說 這個三天賣1000萬套 台灣的觀眾朋友可能比較知道這個薩爾達傳說 它這個其實也是締造了一個紀錄 亡國之類 但是它其實前一套那個礦野知識是賣得更好的 所以整體看起來好像有望可以挑戰這一些歷史紀錄 現在目前我們看看這個遊戲科學的這個創辦人 馮济 他其實持股比例是38.76% 那他第二大股東是深圳 深圳市遊科互動企業管理公司 其實同樣他也是實控人 就馮济 他持股的比例 這個深圳這家公司是27.36% 另外還有華裔兄弟也在持股當中 還有我們之前有提到的 騰訊加的子公司有持5%的股市 那現在預估整體黑神話悟空 可能整個周邊市值 創造出來的經濟至少上看人民幣百億元 包含了像是這個推出周邊的瑞幸 或者是說這個奴婢手機滴滴親戟 這些相關的恐怕至少有百億的商機 甚至高盛就講說光是黑神話悟空 他已經看到了這個大陸遊戲產業的一個轉捩點 至少應該可以上看到2000萬份 2000萬份的話是直接可以突破這個薩爾達傳說的記錄 那所以如果賣到2000萬份的話 是可以進上50億人民幣 非常可觀 那再來看一下 這個人怕出明珠怕飛 昨天有傳出一個事件 就Steam出現了大量的殭屍網路 就是有60個殭屍網路 對Steam產生攻擊 因為我們前幾天 從上個星期開始 他每天不是在線人數都是220萬以上 220萬 235 241 然後甚至到300萬 就是因為你的成績太好了 開始出現駭客攻擊了 這個D-Dose的攻擊 讓很多用戶 怎麼都沒有辦法登進去 而且它是這種 我們抓出來這個曲線波段 它是非常有規律的這樣子來攻擊 就是很多玩家沒有辦法登進去 讓你沒有辦法再刷新線上人數 那據說有60個殭屍網路發動攻擊 攻擊指令一夜漲了2萬多倍 所以現在目前這個攻擊還在持續當中 主要攻擊的包含了 中國大陸還有美國 新加坡 整13個地區的107個伺服器IP 所以你看到現在這個狀況 又有人要來攻擊 然後另外又有人要來抹黑 或者是報導一些負面消息 比方說有一些綠媒就要講 很多人在第一關都玩不過去 一直卡關一直卡關 難度太高了 所以已經爆發了首波退款潮 甚至還有這種抄襲 就講說陸續有一些什麼 國化部落客什麼公益大師 講說你在抄襲他們以前的作品 但是就是因為現在他正紅 所以如果他是一個不賣座的遊戲 其實抄不抄襲也不會被媒體大作文章 就是因為現在人紅是非多 然後同樣黑神話悟空紅了 我才能夠跟你來要一些版權 或者是我想要來跟你要一點什麼樣的權益之類的 所以這種問題這種新聞也跟著浮上台面 但是這個蝴蝶效應看起來相當可觀 甚至影響到了我們台股 我們先來問一下亮哥 亮哥怎麼看 這個就是我昨天看到統計高盛就說最高可能會到50億人民幣 現在一下又說到100了 因為高盛只算下載的販售 你如果加上周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準備好了 如果他有周邊的計畫 那一定還會創出額外的收入 比如說音樂袋 他的音樂 還有他公仔會不會再製 總不能只有點產版1萬多套 這次我就要買了 還有我的朋友都買不到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就是 而且我昨天查一下 至少我8月24號查的數字 他在大陸販售的占比是81.3% 所以事實上他海外的銷售還是滿大的 美國是2.5% 你當然可以說是華人居多 即使是華人那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在Netflix 拍的華燈出上看的也很多是華人市場 等於他通吃 市場就表示這個領域 他這個直接就結合到了未來 這個3D動漫 電影 音樂 把所有的產業都綜合起來了 搞不好也會有電影版 比如說這也可以真人演出 那也會變成電影 所以接下來大概他想了大概 是不是要拍悟空2 還有其他人也會跟進拍單機版 所以大概這個就是 我們這個叫做 這個3A元年首發 後面一定會有很多人跟進 因為你想一想 他這樣成本才4億人民幣 坦白講我從這裡看 我就看出中國網路的相關人才的薪水 其實相當低 那怎麼可能只要4億人民幣 因為通常一個3A的一隻騙子 一般市場估計他花的錢大概是 8000萬到1億5000萬美元 成本 所以他花4億人民幣真的很便宜 而且可以做到這個畫質 還有各種效果 所以首先應該回去幫中國大陸的 遊戲的人才加薪 這個我覺得未來一定會有很多產業 很多作品的出現 就他創了一個南海的產業 因為這個產業以前中國大陸沒有 都是外來的 現在開始變成本土開始崛起 所以我覺得未來他可能還會去try 其他的型態 比如說因為他這個是黑神話 所以那個場景都是比較暗的 因為我知道你有玩 我昨天看阿宅在那邊 連續直播5個小時 他真的是高手 所以看到他大部分的關都過了 對不對 不像我們宅宅死了5次悟空這樣 那已經算不錯了 不是 我是說 未來他可能會有很多場景的一個患 自患 比如說 可能可以到中亞地區 還有印度人說那個是侯神 哈努曼 也可以讓他去印度 他國際性就越來越強這樣 他有各種延伸性 當然就中國的神話來講 那西遊記只是其中之一 我覺得封神版應該也不錯 他已經有計劃要做後續的 就是有江子牙跟鍾葵 他是三部區 對 就是這種 還有悟空二 悟空三 好 我們來問一下介老師 其實我看到他是 他的這個軟實力的興起 中國道軟實力興起 軟實力基本上就是說 現在的軟實力已經你的在台的話 已經不能說是 比如說就是雜誌 小說 或者一般的這些螢幕 他需要的是什麼 像那種高科技的在台 也就是像這個遊戲 電子遊戲 現在這麼高科技在台 那在台 我覺得就是說這一次 黑神化悟空成功 會在大陸內部產取一個 很大的一個效仿激勵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預見的話 那會捲出更多類似的產品 不見得是這家公司 別家公司也會紛紛投入 不過這裡面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 任何一個國家在他強大的過程中 都是從硬實力在發展到軟實力 很少從軟實力走上硬實力 因為你現在有直購的這些 硬實力包括什麼 包括拳頭還有包括什麼 包括錢 這些中國大陸現在都有了 那軟實力就出來了 而且中國的文化 事實上裡面的素材 我覺得它的這個 所謂它的人性的 共通面的比較多 它是中國文化本來 它就是一個怎麼講 就是不斷的在包容成長 然後裡面有很大的差異的一個文化 即使你看中國大陸 基本到現在還有漢滿盟族 大陸還有53個民族 所以它不會用一種民族的一個價值觀 去凝架這個所有的價值觀 所以它是中間就有很多在凝聚 在整合的過程 就跟美國好萊塢的文化 為什麼在這個 二世紀中葉以後就開始席卷全國 因為它談了很多什麼 由人類共通性的 而不是偏向某一個民族的 比如說這一次 這個法國的這個奧運 它就很失敗 為什麼 它是代表法國的文化 那別的民族無法欣賞 所以說覺得你講這東西 跟我距離太遠 中國文化跟美國文化很像 它的背死的文化的差異性都很大 而且它不斷的載到 共同性的整合 所以就變成這時候 我覺得中國大陸 要做一個文化大國的潛力 走出中國的場域是非常容易的 因為這個基本上的格局就夠大 思考的面向就比大 文化的餐 不同文化相互激盪的 那個環境本來就在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一個 這一次我看中國大陸這個成功 我覺得這也不是 也不是突然掉下來的 因為我知道這些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動畫跟電動也都很像 其實動畫這個部分 在我們台灣事實上也走得蠻快的 那就是說Animation 事實上的話 我以前在國外到海外活動的時候 我是考察過台灣的動畫的發展 台灣事實上是不錯的 後來因為大陸設了一個深圳的 所謂的Animation Center 很多人才就過去了 所以這裡面除了科技人才 這個整個要有會講故事的 要有特效 要有科技 還有美術的人才 還有歷史的專家 還有文學的人才在裡面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行銷專家 所以這個你不要小看 它這個電子遊戲 它裡面各種人才都垂著 如果這個行業發達的話 我覺得中國大陸會聘雇 這一些方面背景的人才 又找到一個新的發揮的天地了 好 來 請教賴老師 黑神話成功了 成功了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個里程碑 一般大家都估計說在未來 中國大陸的這個領域 這個產業 它的發展會無可限量 因為按照大陸的過去 例如說當它在光伏產業 就是太陽能板成功 它就一直走下去了 它在高鐵成功 它就一直走下去 其實大陸一直有這個特質 就是說只要有人 身先士卒成功了 後面的就一國就往前衝了 然後到最後他們在這個領域中 他們就在全世界 他們就排名一名二名 就這樣子跟美國 或是跟當初最強的國家 來去PK 那麼就進入這樣的一個 競爭的一個時代 這個是大陸的發展的特色 當黑神話物攻成功以後 我們看到台灣的一些綠營的 特別是台獨的這些人 他們有人就是卯足全力在黑 大陸的成功 這個黑了以後沒有意義 因為你黑不了的 有人就說退機潮 但是大家問說 為什麼那個上線的人數越來越多 為什麼賣的越來越多 那這跟你講的又不一樣 那為什麼連台股都受影響了 因為大家要用PC來去玩 因為用手機好像比較困難一點 不可能 對不對 就跑不動的 不可能 所以都跑去 因此也就是他帶動了 另外一股產業了 大家都很開心 好 接著你就可以看到 他們炮製出來的那些 是謠言 是謊話 然後他們卻自己以為滿意 可是當少康兄他就質疑說 我們台灣為什麼做不到 這個時候就有人要跳出來了 要不就是攻擊少康兄 要不就是開始說 我們也可以做得到 可是大家在問的一個問題是 那你到今天都還沒做到 你要先做到了 做成功了 成為台灣的一個產業 就好像說 我們從蔣經國時代開始推3C 開始推半導體 我們做到了 但是問題是 我們做到了 並不是你民進黨做到了 事實上是蔣經國做到了 而你今天從來不說蔣經國做到 可是問題是在於 今天你的這種黑神話悟空的 這樣的一個產品3A的 在國際間的 你還沒做到嗎 你還沒做到 你就不要說我們也可以做得到 你要做到了 你才能說我們也可以做得到 可是到今天位置 你還是沒做到 所以你今天不服氣 你就做出來給我們看 我們就期待著 你做出來給我們看 可是我相信你做不到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